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市場荒謬的事情 市場荒謬的事情就是在這間足球會發生 法國足球會麥巴比那間 他最近簽約說球員有權去決定教練是哪一個 但是這些那麼奇怪的條款竟然是同意 這個是很有趣 等於一個做生意很厲害 即是銷售很厲害的員工 一個很高級的銷售士 他可以決定他的老闆是哪一個 其實這些是有歪一個常理 因為不會有人願意作為管理層 是給下屬去決定他的前途 這個是匪夷所思 但是坊間現實在一些西方國家也出現這麼奇怪的事情 作為一間公司其實是有紀律的 紀律就是有些人就算他那個銷售的業績是多好 如果他不是跟著公司的規矩 有些人都寧願不要這些員工 因為他們可能帶來的問題是很多 因為他可能會遲到早退 又做有很多事情他有特權 令到很多銷售士覺得 為什麼他做得他做不到 而影響到整個軍心 令到整個銷售 volume 是有機會不會是維持一個高位 那作為一個管理層 是應該有規有矩 即是想法分明 即是哪怕你是 top 銷售士 那些人去到管理層 去到今時今日他都跟我說 就算他昨晚去劈酒也好 去玩玩得多久都好 他都會九點鐘準時回公司 那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很多人就會有很多藉口 因為我是 top 銷售士 我要應酬我要不上班 但是他做得到的時候 人家都不會不跟 那這些就是管理層要去想的問題 今天想說的各有各法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